在海外社交媒体上,China Travel成为热门搜索词条,究竟有多火? 7月17号,记者从北京边缘总站了解到,上半年,北京口岸共办理免签入境外国旅客30.7万人次,为3.37万人次符合条件的入境外局旅客签发144小时过境免签,同比分别增长10.12倍,7.24倍。 当天,记者在北京大型机场看到,边检现场秩序井然,旅客正在排队办理出入境手续,来自英国的迈克尔将在北京转机前往新加坡,得知中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后,他带着家人来到临时入境许可申请处,准备办理入境许可。 跟迈克尔一样,来华停留的外籍人员不在少数。据介绍,上半年,北京口岸为3.37万人次符合条件的入境外籍旅客,签发144小时过境免签,随着各项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,这一数据还将不断刷新。 大型机场口岸,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经突破230万人次,同比增长了3.6倍。 仅用6个月时间就接近2023年全年出入境旅客量,预计2024年全年出入境人员数量将翻倍增长。 据统计,大型机场口岸近日日均出入境人数约1.5万人次,并于7月14日刷新大型机场投运以来出入境客流量单日的最高值达到了1.7万人次。 随着国家移民管理局各项便利中外人员往来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,大型机场口岸入境外国旅客,曾增长趋势。 截至7月15日,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境人员已经超过910万余人次,同比增长了166.7%,其中外籍人员来华数量大幅增加,达到了111万余人次,同比增长了231%。 上半年,北京口岸共办理免签入境外国旅客30.7万人次,为3.37万符合条件的入境外籍旅客,签发144小时过境免签,同比分别增长了10.12倍和7.24倍。 据悉,截至目前,中国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口岸已达37个,这一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过路人走出封闭的中转机场,活跃在中国各地。